也许随着奥运火炬的棒棒传递 也是在明年的冬奥会进行着一个预热 那么最近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就掀起了一股冬奥热 那上个周末在圣彼得堡的纪念日体育场 就举行了一场名为冰上歌剧的花样滑冰演出 对 有冰王子之称的花样滑冰选手 俄罗斯花样滑冰选手普鲁申科是为大家上演了 他为冬奥会专门准备的节目 普鲁申科此次的花滑节目时长约三分钟 其中前半部分是他为明年冬奥会新排练的 由于新节目的编排尚未完成 表演的后半部分穿插了2006年 他获得冬奥冠军时的节目 即将年满31岁的普鲁申科 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花样滑冰运的文之一 他曾获2006年冬奥会冠军 两届冬奥会亚军和三届市井下冠军 他的职业生涯同样充满了团体色彩 2006年夺得冬奥会冠军后 他曾宣布退役 2009年 他在家人彭六指引下付出 之后摘得一枚冬奥银牌 2010年 他因参加商业演出 被国际华联竞赛 解禁后 他又摘得了一枚欧紧赛金牌 今年年初 他在一次比赛中受伤 接受了追尖盘置换手术 术后他又再度付出 目标是明年的冬奥会 如果你自己有这种愿望 有梦想 如果你喜爱自己的事业 热爱体育 把它当作生活中的一部分 并有明确的目标 那么一切就皆有可能 我想需要的 只是不断地去努力而已 然而在俄罗斯国内 因为伤病和年龄的原因 也有很多人质疑 普鲁申科 是否有资格代表 俄罗斯出征奥运会 而我想说那些 是我不该参加奥运会的 他们不了解情况 他们不是专家 我们是有很多运动员 可是他们现在 还没有达到 问鼎国际赛场的水平 尽管年龄和伤病等原因 让普鲁申科已经不再巅峰状态 但俄罗斯的花样新秀 仍然无人可以撼中冰王子的地位 在他一次次创造奇迹的同时 也反映出了俄罗斯花华 后继无人的尴尬几义